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初八是本师释迦牟尼佛出家的纪念日 这个纪念日 为什么我们要来纪念本师释迦牟尼佛 他出家的日子 这个纪念最重要的 不是只有在举办一些法会佛动 法会佛动这个纪念的形式是有需要 但是当我们在举办这个纪念佛动 这个最重要的意义 一定我们要能够了解 佛为什么要出家 这个事情也值得我们大家去思考的 那么根据释迦牟尼佛传 这个传记啊 我们看了之后 知道一个大概的过程 佛陀佛他出生在贵族 那么古印度啊 当时也跟中国 周朝时代一样 国家是没有统一 中国周朝啊 有八百诸侯 那么古印度啊 我们在佛经看到 像这个人王 在《復国波勒勃勃勃勃经》里面讲 十六个大国王 那么大的国家呢 就十六个 那小的就更多了 那么佛陀他是 降生在嘉皮罗魏国王宫 所以他是王子 那么赵印度 也跟中国一样是世袭的 父亲的王位将来就是传给儿子 在中国叫历太子 当然他降生在加皮罗魏国王宫 是王子的身份 将来就是要继承王位的 在我们世间人来看 非常羡慕 能够降生在帝王之家 享尽世间的荣华富贵 这个是我们一般人 心里所羡慕所向往的 一般讲荣华富贵 当国王 他享有最高的荣华富贵 世间人也是拼命在追求的 那么身在王家 一般也不可能死去他这个国王的地位 死去他继承的潜力 这是一般人做不到的 那么当时他降生在加皮罗魏国 他的俗名叫希达多 所以我们在释迦牟尼佛传里面看到 希达多太子 在十六岁那一年 他在王宫 都是过着这种 天天看不到人间疾苦的生活 他的父王 从小一生出来就给人家算命 那这个算命师 给他讲 你这个孩子 将来如果做国王 可以做到转轮胜亡 如果出家修行 可以成佛 那么静患王 他的父亲静患王 听到这个算命先生这么说 他就很紧张了 我只有这么一个儿子 他再去出家 那我将来王位传给谁呢 所以这个 就在王宫 总是让这个太子 看不到人间一些忧苦的事情 看到都是欢乐的 可以说 在享受 这个人间的荣华富贵 看不到人间的疾苦 但是在宫廷待了十几年 从来没去外面 到十六岁那一年 也想到外面走走 那这个 他的父王就派这个 随从 跟他出去玩了 那么出去 游历四个城门 被他看到 生老病死 他看到 人生很苦 生下来很苦 一生下来就会哭 看到人老了 走路不方便 眼睛花了 体力衰了 行动很不方便 看到人生病 那更痛苦 看到人死亡了 家人 这个 都分离了 看到生老病死这些 人间的疾苦 看了之后 原来 讲到外面 即散散心 但是 却看到了 人间的生老病死 所以回到王宫 他就闷闷不乐 一天到晚 在思考这个问题 人为什么有生老病死 生从哪里来 死要往哪里去 问旁边的 这些 侍从啊 说如果当国王能够 不老不病不死 那当然他们给他回答 说当国王也不例外 国王也是会老 也是会生病 最后还是会死 那么他觉得 当国王跟一般人一样 还是有生老病死 虽然 享受荣华富贵 但是免不了生老病死 一直思考这个问题 但是也解决不了 所以后来 在十九岁那一年 毅然竭然向他父王请求 让他去出家修道 他要寻找 解决生死的方法 能够了脱生死 不要受生老病死这种苦 来逼迫 当然他的父王是不同意 后来再三请求 他的父王也很无奈 当我就是你一个儿子 那我将来王位传给谁 他一直要哀求 后来他的父王也就 给他讲了 他说不然你也要给我生个孙子 你不继承 起码还有个孙子可以继承 他父王这么一讲 那么他就指着他的太太 耶稣陀罗的肚子 说他已经有怀孕了 肚子大了 他可以走了 肚子大了还没有生出来 那你也跟他抚养到长大了 你要出家再去出家了 当然他父王还是不同意 后来他偷跑了 三根半裂就自己跑掉了 要去寻找解决生死的理论方法 但是天下父母心 他的父王 还是派了他平常 奉仕他的五个人 五个侍者 连练追赶 去照顾他 那这五个人就是后来 那个佛承道了 第一批剃度的五比丘 第一个是焦尘卢 后来去跟这个外道学了十二年 修了六年的苦行 也没有结果 也找不到解决生死的答案 后来这个就统统放下了 自己到葡萄书家打坐 在十二月初八 阅读明星大册大悟 大册大悟之后 那么他就出来奖金洪华 在中国人算 他是七岁三十岁成岛的 照外国人的算法是二十九岁 阎吉德是七岁八十岁 外国人算法是七十九岁 所以他三十岁出来红华 讲经说法四十九年 称为一代识教 那么佛他出家 主要我们要知道 他的意义在哪里 为什么要出家 这个世间的荣华户贵 大家都是拼要去争的 他等于是既得的荣华户贵 不用去跟人家争了 他现成了 他就不要了 他可以舍弃 那么这个是告诉我们一桩什么事情 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启示 这个启示 第一个是 世间再高的荣华户贵 到最后也是要死 也是带不走 到最后还是什么都没有 还是要经过生老病死 这个是第一个 他出家的一个理由 那么第二个呢 那是更重要了 就是要寻找解决这个 了脱生死的理论方法 要解决这个问题 后来他找到了 找到了解决了脱生死的理论方法 所以他成佛了 对宇宙人生事实真相彻底明白了 这道生死怎么来的 要怎么修学 能够了生死 得到了正确的答案 所以讲了这么多经典 他的出家 主要就是 要出生死之家 就是三界六道 生死轮回这个家 那么出这个家是一个果报 造成三界六道生死轮回的原因 就是有烦恼 见识烦恼 沉沙烦恼 无名烦恼 那第一阶段 要断见识货 超越六道 第二阶段 断沉沙货 无名货 超越四法界 一直到成佛 所以因是烦恼 所以 要 先出烦恼家 那生死家 自然就出了 就没有了 所以这个出家 给我们启示 就是要出离 三界六道 生死轮回这个家 那么这个家是烦恼 造成的 所以 要先出离 烦恼家 烦恼 这个家出离了 那生死那是果报 自然也就出离了 所以出家 真正的意义 在出烦恼家 出生死家 那现在呢 有很多佛教的道场 欠人 不要了生死 来生再来做人 那么这个跟 佛陀他四线的 这个精神意义 那就有所违背了 所以这个出家呢 我们一定要知道啊 最重要啊 要出生死家 如果出家的人在讲说 来生再来做人啊 不欠人出离生死 那就违背啊 佛陀出家的本意啦 也违背自己出家的本意 所以我们纪念 释迦摩尼佛出家纪念日 我们首先 对这个要有正确的认知 好 感谢大家收看 祝大家福贵增长 伐喜充满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